今天还要继续育种 今天要育种一部分的花 找出了一大堆种子来都不知道育什么花了 还要育两种草莓 地里有草莓都好几年了 然后还要育汉金莲 蝴蝶花 史车菊 大波斯菊和五月菊 草莓五年以上就要换新的 主要是一载它出的新苗 但是我想换中国的草莓品种 这是奶油草莓 从来没种过 想试试 把育种盘里放上土 搓成坑 草莓的种子应该最好拿水泡里后再种 种子非常小 就在一个坑里撒了几颗 汉金莲是非常好看的花 并且可以食用 非常好养 蝴蝶花我想拿它当装饰花 种子也很小 大波斯菊我非常喜欢 还有浅粉色和白色 我过两天再接着一种 这些花我每年度种 因为都是我喜欢的花 还有这蓝色的史车菊 还有粉色浅粉色的 也可以点缀菜园 还有这个中国的五月菊 有多种颜色 我很喜欢 今年育种的蔬菜都是我喜欢吃的 育种的花都是我喜欢看的 把种子都装好了 上面盖上土把种子埋上 然后再撒上水 浇透了水 放到阳光房的架子上 再把上面盖上五纺布 二月份直播的上海青已经长得很高了 还有这个月直播的冬天马齿线也长得很好 今天阳光房很热 我把五纺布给打开了 让它们见见阳光 二月份直播的白菜也出来了 感觉我今年种菜计划实施的非常成功 对自己很满意 谢谢大家收看